我覺得真正一把刀 它是要經過鍛鍊的 就像人一樣 網紅超認真少年的阿仔獅 從工業界跨足YouTuber 拍攝工業科普知識型影片 翻轉大眾對做工的人的印象 因為勵志的人物故事 讓他經常收到公益團體 政府單位的演講邀約 但現在卻自爆 歷經一場嚴重的公關危機 台北市的一間高中老師 透過社群私訊的 網紅超認真少年邀約演講 但對方卻僅用兩行文字婉拒 認為有失格局 進而教育對方引發爭議 超認真少年 粉專公布一段 臉書Message的對話記錄 北市某高中的資料組長 希望邀請阿仔獅到校演講 由於學校提出的時間點 阿仔獅仍不在台灣 團隊成員僅回覆兩句 抱歉目前老闆那些時間 在國外無法參與 吹造到該名老師言語嘲諷 一名這麼厲害 又有歷練的人物及其團隊 這樣的公關聯力 沒有稱謂 沒有庶名 簡單的兩句話 有失格局還強調會以此為範例 好好教育孩子 能記得應對進退 這讓老闆阿仔獅急忙跳出來 護航員工 強調如果你認為 大家都要用正式信件格式回覆 可以寫email Message對我們來說 就像私訊一樣聊天訊息 難道只要有人不符合你的期待 就必須這樣被言語羞辱霸凌 文莫跟反擊 該學校相關邀約都不會參加 一般來說的話 像我們自己如果是接受到 這種所謂的演講邀約的時候 如果要是這個不認識的對象的話 通常會要求他們 例如說先以所謂的 一個正式的email 來做聯繫 因為這個管道是比較能夠去留下記錄 這群內容比較不像是正式回覆 所以雙方也可能就只是對一個意向 或者是一個方向 是比較有一個認識的 但如果說彼此又不認識的話 這個管道其實並不太能夠當作 是社會的正式管道 校方聲明回應 勾頭方式未符合雙方期待 的確有需改善之處 聲表歉意 為注意到聯繫的時間是週末造成困擾 未來會督促各處事 在優越時能夠注意細節 符合講者及社會期待 對於講者的立場予以尊重 只盼望這場公關危機能夠就此落幕 明示新聞才有起的遺憾台北報導